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次使用的 啊 轮件 工具合约设备 那么我们这次演示的是2000米单磨灯 单磨灯签 皮箱关签 这次使用的是茂斯卡 百万高清网络摄像机 那么 这里就是我们会采用的一些 设备工具 这里有一对 摆照的单枪的收发器 收发器上面那么就有3100A 是代表发射端 3100B是代表接收端 那么这里有一套SC的冷接端子 旁边有FC的冷接端子 那么他们的端子的冷接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说采用的那个接口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对FC 进行冷接教程 那么FC上面就带有一个关签使用的长度刻度 呃 参照表 这是要采检的关签的呃 总长度是 30mm 就是30毫米 那么它削皮是要去掉12mm 一流18mm 呃 18mm 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工具 那么工具上面会用到一个是 关签长度的导条 这条导条已经是调整好一个长度 调整好长度 那么我们关签直接 削完皮放进去以后 直接从这里进行啊 裁签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一把工具箱里面 工具箱里面有 这把黑色的是属于 红光笔 红光笔它的作用是对关签 冷接以后进行打光 测试 关签是否有断签或者说不通 那么爬旁边只有一台关功率 那么关功率的作用是要测试 关签的关损是有多大 一般冷接的关签是不要超过20 负20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 那么在旁边过来 这有个酒精瓶 那酒精瓶里面是装有酒精 一用酒精就行了 那么酒精它只要对 我们对关签进行削皮的时候 进行表面的清洁 那么在过去就有一台那个关签的切刀 我们采用的是FC6S的 那么在上面就有很多工具 那么这工具上面就会用到有一把 这一把是用于关签的表皮 削表皮 那么这里有一个削签 削签的那个刀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正式开始对 关签进行冷接的过程进行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会拿一条关签出来 拿一条关签出来 我们会选择一把工具 就这把 然后它上面就有一个刻度 有一个刻度 那么这是我们采用的刻度 大概有多长 那么它中间有一个光签的那个端口 那么我们需要把光签杀进去 根据我们会采用的大概的一个长度 大概的长度 我们进行轻轻的 一按 那么慢慢的把它拉出来 好断开 我们重新要重新讲一下 好 好 来长度讲一点 把铲子的力度怎么做到 换一把 换一把 不要路了 你再重新来吧 那么我们这次会看到 呃 录出一条白色的光签 那我们要用手测试一下 这条光签 是否被我们讲过的时候 是否有 有些断签在那里 啊 那我们用手这样拨一下啊 好 经过测试 这条光签是OK 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的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 S-C端子口上面就有 一个刻度 那么这是我们对 光签冷截的 总的长度是 30mm的 30mm总长度 从这个黑色皮到这边 是30mm 那么我们需要 一流18mm和将消掉12mm的一个光签表表面皮 那么这里我们要进行 进行一个 消皮 那么我们会需要剪掉18mm的一个表面皮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进行消皮 我们这时候我们需要酒精 酒精瓶 酒精瓶上面我们放有一颗啊 一个一个棉棉花 我们需要把酒精瓶这样按住 啊 那我们进行在进行表面这里进行清洁一下 到我们被我们剥皮以后表面的一些 皮线 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被我们裁掉 一流了18mm的在这个位置18mm的那个光签表皮 然后这时候我们进行需要裁剪光签 我们需要一把 裁剪刀 裁剪刀 好 我们再 拿上一个 导条 光签裁剪导条啊 我们这 导皮条在这里 放上去 这个刻度我们已经是 呃 调整好的一个刻度 那么我们需要放上去 记住我们光签的切刀是要往 内扣回来 放好 放好 放进去倒条 在这个位置 好 需要把这个盖上去 盖上去以后 轻轻的把这个切刀往外一推 打开 关签已经被 拆开了 这时候我们来 对比一下 我们这个整 一共的那个长度是否是 正确的 我们想要的30mm的长度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拆了以后的刻度 的关签长度和这个刻度是 一样的 啊 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长度 那么好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那个 SC的冷阶端子 那么SC的冷阶端子 我们需要事先把这个冷阶端子的 尾盖扭开 你放好以后要注意 放进这个光枪的 里面 那么我们这里要把它打开 那你会看到 这个光枪里面 这是尾部的夹紧的位置 那么这个是我们光枪 等一下会往后推的一个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放进去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给推进去 要注意不要弄断这个光枪 慢慢的推进去 慢慢的推进去 那么推到我们的光枪会 有一个部位 有一个部位是往上拱 拱起来的一个一个光枪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OK了 他刚刚好 我们这裁了以后 他被表皮被这个地方卡住 然后他往里面推了以后 他这个地方会往上 往上拱 好 稍微这样拱 稍微这样拱 那么我们这边需要把这个固定 把它固定 把它固定 固定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头子 这个端子口扣 往上 拉扣 拉固定 拉完 那么 现在这边 我们再放入我们这个外壳 好 就证明我们现在这一头的 呃 光枪的冷接 算完成 当成功不成功 我们等一下还要用需要 呃 红光笔和光功率进行测试 它的光损 还有光枪的一个 有没有断接 有没有断接的现象 现在我们这一端是可以 像我们同样的步骤来进行 啊 才抢另外一端 那我把这个 那我把这个 撕开一点点啊 把这个 拿过来 好 这这端 那么刚才那把 那那那把讲这个 好 我用到的那个工具 同样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把这个 因为我们这里是两千米的光枪 尴尬 就拿不了那么长 好 我们在这里进行讲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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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被我们削完皮的关签 我们会看到会不会断 在这里我们看会不会断 不会断 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要需要进行一个30mm的一个关签的表皮 进行削掉单签的里面的表皮 那我们需要削掉一流18mm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里的大概长度 它在你数量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去对的 看我们这个 这在这里长度 我们这里要需要裁剪到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把它给 进行表面清掉表皮 记住一定要清掉表皮以后才进行切枪 要不然是关签是切不断的 那么好 我们需要清洁一下关签上面被我们削皮以后的表面清洁一下 让我们清洁完成 我们需要拿我们的导条 导条的刻度 已经是长度 裁剪的需要裁剪下来的长度 已经被我们这里已经调整好了 让我们需要放进去 那么这里 调的那个长度 我们这里一共是用到了五格 从这里是我们会用到了五格 到时候你们在买到这个设备的时候 也可以调整到这个长度 也可以调整到这个长度 那么我们需要我们的切刀往后推 然后把这个导条放进去 然后导条放进去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切刀往下面盖上去 现在我们往外一推 慢慢的一推 这时候关签都被我们切断了 然后OK 我们就把它盖上去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关签被我们切了以后的总长度 是否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刻度 那么OK 这里的长度是跟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 30mm 那么我们继续拿一套那个SC的 刀子 拯定的刀子 在这里 我们扭开围部 固定的围部 注意不要碰到这关签的表面 慢慢的把它放进去 也可以像四箱把它放进去 我们这里 这里尾巴的脚步 我们从这里慢慢的往里面推进去 慢慢的推进去 然后我们推进去以后 到了底部的时候 它这个关枪会往上拱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OK了 我们把这个尾部箱把它固定先 不要让皮箱关枪会往后退 到处回来 需要把它固定 固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大力 不要扭断了这个冷气端子 OK 这个我们已经固定好了 固定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 端子接口这个地方 把它给往上扣 扣上去 OK 那么这边已经也是 整个端子已经接好 看 这个外套也放进去 OK 把它放进去 OK了 那么这次 这是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我们现在测 这两端我们冷截后的 关是否是能打得通 那么这我们是要用到关笔 那么关笔我们需要 需要我们拿一支关笔起来 然后关起来 这是我们的关笔 去里面拿一支关笔 去里面那个关笔拿出来 这没电池 行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 需要把那个 两个头给它给拔开 需要把那个 两个头给它给拔开 需要把那个 两个头给它给拔开 不能刷 不能刮刮 不能刮刮的 不能刮刮的 拿过来吧 关笔在下面按的 关笔在下面按的 关笔在 那 那么还有我们需要转接一个那个端子 把它放进去 这里是关笔 我们关笔可以测试这个关笔 这个关的 那么好 那我就往另外一端打光 在这个关笔这样放进去 慢慢的把它刷在关笔的这个头 把我们这个关签 好 我现在准备开始打光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关是否是通的 OK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关已经被 打出来了 证明我们的整个两千米的关签是没有 出现断签 在我们进行冷接的时候 也没有出现一个断签 证明我们从另一端 打到另一端的关签 已经关被打过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关笔 这边的关 这边的关 关笔 这边的关 好 这边的关是亮的 被打过去 然后下面的有个红点 就证明我们的关是被打过来了 好 OK 现在我们要来进行测试一下 我们的关功率 大概我们的关损失多少 好 那 那另一道设备过来 这边是行的 我们的电池 那我们需要一个 FC的接口 FC的接口 把那个A的 把那个A的 把这个A的 给进行 电源通过来 A的电源通过来 我们需要拿一个 FC的 因为我们的接口是FC的 把这个FC的接口进行 放掉 这是FC的接口 把它放成FC的接口 好 那么我们这一端 我们这一端把它插入到我们的 光功率的这边的接口 这边的接口 开开机 以后我们会测试按一下那个 那个 DB的一个按键 啊 那么开始 这个数据开始在这里跳 我们这次的数据是开始跳了 那么这次的数据是 6.56 那么这个整个时间我们会可能要 一分钟到两分钟之间的一个 一个 固定 那么它会看最后的数据就跳到多少 一般-06 最高不要超过 20 在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25 的时候 它这个数据 我们在做FC接口传输 啊传输那个 光灯机的时候图像是正常的 当我们尽量越低越好 一般我们会控制到 - 10以下 这样它又升高了 那么它这个数值直接是对我们冷接的时候的 切 还有我们的 关枪的 处理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在冷接的时候包括我们 呃 关枪的表面切的表面清洁 包括我们的 固定固固定都是有关系的 都直接的关系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在进行冷接的时候 白板应该会保持在 零点 呃7 7.5左右的那个范围 那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 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说 关功率已经这个 这个值已经是符合我们的要用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测试 以下我们的这次的 接 网络摄像机 通过 通过收发器 接网络摄像机 再连接到AVR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关功率关掉 直接把关签 提出 那么我们插到另一端的 接收端 插我们另一端的接收端 那么我们为前端会 好 现在我们需要个电源 需要电源 不是那个电源 那个收发器的电源 那么我们这里需要个插牌 这边来连接我们的 这边来连接我们的摄像机 这端我们来连接我们的摄像机 另外一端 这边是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AVR一起 拿一条 拿一条那个 往后推一点 往后推一点 拿个电源插座过来 对 拿插座 再插一下 那么这 这边我们会 量节到我们的AVR 这边我们会量节到我们的AVR